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里是嘉明湖 小白飞吧 视窗瞬间拔声 第一次高飞上嘉明湖上空的小白 看到的是一池湛蓝 而我们拨动的新湖 却快速闪失过18年的光影 不能阻人深信这里是月亮照镜子的地方 而这一池深藏在中央山脉三千公尺之上的蓝宝石 是山友一生仰望 想将它捧上心头的一颗蓝眼泪 嘉明湖是我们中央山脉影像大众走的美好记忆之一 即使起源说纷纭 但一点也不减它传说的魅力 然而历经调摇山路 翻越向阳三叉的崇高峻岭 我们这回路过嘉明湖 准备迈向新康横断的魏靖旅程 爱山的人总有一天会在山里的某一段转角处相遇 之后努力仰望各自的天空 迈向各自的风景 但在默然回首时 那一池为月神映照梳洗的明镜 必定是每一个来过的人一生的难忘 那一池为月神映照梳 山 artist 海诊 海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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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变天了喔 变那么大啊 变天了 变天变天了 温度骤降 我们在这一段 就走在台湾的脊梁上 那我们前两天走 都是在星无旅溪的流域 那自从前上人县之后 就已经到了星无旅溪 就是北南溪跟高平溪的一个分水林 那我们东边 星无旅溪是上游 那西边 这边是拉固英溪 也是老龙溪 也是高平溪的上游 那这条人脉呢 就是台湾的脊梁龙脉 那我们现在就走在上面了 短短的一段路啊 天气说变就变 早上是天朗气清 现在整个天都阴下来 而且吹起很大的风啊 那温度整个骤降下来 短短一段路 天气已经变了 千万不可小区高山气候的变化 所以我们的登山装备 一定要带着齐全 好 现在整个都是白墙了 好吗 没问题啊 那我们就慢慢地再往前走了 加油 加油 那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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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千万 never 好 вопрос 我认识 是 正希 不用摯浮 你各 Strom 好 好 好 從晴天走到陰天 又從陰天走到晴天 又從晴天走到陰天 陰晴不定就是高山的氣候 很過癮喔 這個道路很棒 三大山 有了 多麼有 這個 好 舒服 你吃個冷藏嗎 怎麼吃啊 向阳峰顶 迈向三叉山的山路上 北大午山如影随形 云聚云散 视野时有时无 盛山始终高聚 独损在众人身后 远远凝望护卫着山里一行 眼前不时从云雾中 浮现山头的东台一坝 新康山 同样不因一时遮蔽 而奋力斩见霸气 山境起起伏伏 白雾开开合合 大伙一下子坠入迷茫 一下子又见顶头娇羊 忽前忽后的流云 就像是故意捉弄旅人的 快翼山妹 大口吐纳云雾 和天地融为一体的重装列车 拿捏着距离前进的节奏 对长久以来的默契 很有感觉地说 这就是一起吃苦的幸福 好 到楼 到岔路了 到岔路口了 很明显的一个岔路啊 要走哪一边啊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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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十字路口 要先上山 插山吗 我们一定要重装上去 因为右边这条是腰绕路 那有些重装就会放在旁边 对 轻装 那我们要重装上 重装 我们要拿出MIT的精神 你看果然是有气魄 三加山 云屋又有点开了 刚刚整个都看不到了 现在又稍微散开 而且有点蓝天 又有希望了 而且三加山从这边看 真的是非常宽广的一个山体 感觉是一个山头被砍头 被切开了 这上面都很平啊 那都是大草原 所以在这边是非常美丽 可是要小心的就是 起雾的时候 因为在大草原比较容易迷路 所以要小心 它上去湿也会很棒 那我们就选择向左走 好 上了 今天第二座百岳 怕什么人 怕什么大野人 走就对了 哪里 哪里 完蛋了 完蛋了 狗龙打下去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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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就对了 还是要吧 到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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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四百公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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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雾下沉吧 太阳出来吧 太阳出来吧 到了 好 现在来越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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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平了 没有比这边再高了 表示我们已经到三叉山的三角点了 好 来 来 按个赞 有 这个是第二个 赞 赞 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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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三角点 按一下 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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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这视野还是不错 云一下过来 那一下又会散开 阳光又会乍现 所以有时候会看到很漂亮的云铺 这几天都是从西南方这样子飘过中央山脉 然后东部发是比较好 然后一下阳光会出来 一下又不见 所以这个气象万千 好 赞 赞 赞 喂 喂 第几次上来的 第二次 第二次 第一次也是起雾走错路 重窗上来 走南二的时候 起雾 所以重窗上来 半半会腰绕到那边在青庄上来 正常我们破蛋应该也不会上来 只是那时候第一次走不守路况 就重窗攻顶 好 好 这里呢 对 上次大众走也是重窗 这次又是重窗 中间是还有几次 只是都没有在数那个 因为那时候都在这边带队比较多 想到 我第一次上来这边 真的啊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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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之前都没有上来 对 之前都没有上来 都是腰绕过去了 OK OK 好啦 这次上来 感觉应该还不错吧 视野 这边视野不错 刚才上来的时候 还有太阳 上来又起雾了 这云雾来去很快 那猎人是刚走过 对 上个礼拜走是 我没有上来 我只是腰绕 如果算一算 这一趟 第四趟上来这个三叉山 第四趟是跟MIT一起走的 前面三趟 几乎都是跟山友一起上来的 其实上来这边视野都很不错 对 看星康什么的 而且有讯号 有听到叮叮咚咚 有吗 有 有听到叮叮咚咚 果然是一等三角点的三叉山 因为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基点 基点三角点的三叉山不多 那三叉山就是其中一座 那山叉山还有一个特色就是 山市特别的宽广 有广袤的草原 有赛外的风情 很壮阔 很不错的一座山 跟向阳山遥遥相望 那在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 南一段 南二段 还有我们未来要走的 星康山 出来了 还有布拉克山山 这一条人脉 看得都很清楚 OK 好 好 我们等一下太阳再欣赏一下 待会就下山了 好 好 再次登上十重排名第三的三叉山 难得的一等三角点视野 绝对值得为它在冷冷的迷雾中静静等候 但即使信心加意念的双重加持 云雾还是俊练着山头上 这片柔美的玉山建筑大草原 压低了身段 拥抱着新有别墅的麦歌和向导一行 然而不远处的岩六 好运略胜我们一筹 抢先等到了光影中的一线斜阳 不愧是台湾海拔最高的鸟类 深谙封顶绝岭上的生存之道 等不到时来运转的麦歌 却懂得山不转路转 等待中早已启动的缩时摄影 收入云雾退散前 风起云涌的山容变化 现在温度很低 可是我们还是要拿出我们的热情 来 我们来呼喊一下 一 二 三 NIT 台湾至三叉山 成功 作业 下山 三叉山顶的成功呼声 最终还是无法换得云破天开 只有远山浓雾稍稍退散 中央山脉南段群山 在暮色围拱下 隐约透出渐远渐轻的层叠轮廓 大伙儿默默点名 依然坚持着走就对了 棱线上开始出现一群 缓步挪移的身影 捏手捏脚的和我们遥遥相望 麦歌想起近二十年来的山林转变 日渐亲近人类的水路 应该是其中代表 期待着明天亲旅加明湖 看看它是否别来无恙 起点位于南台首月观山 一路绵延到悲南主山的中央山脉 主棱南一段是很多山友既爱又怕的纵走路线 中央山脉南一段沿途视野展望绝佳 拥有多处群山环绕的三百弱十度景观 然而棱线陡高细寿 再加上巨石风化崩裂严重 更增添攀登的难度 库哈诺新山 关山 海诺南山 小关山 云水山 马西巴秀山 碑南主山 是攀登南一段碧登的三千公尺以上山峰 我说请参考十分敌 你回答卖吗 你回答卖沥中 这里是攀登的那些车 在大一段时间 找法沥中 在某种 是摩特导的 嘉明湖真的是非常美丽的高山湖泊 所以过去很多人给它不同的名称 有人形容嘉明湖是蛋池 因为它的形状像一颗鸡蛋 是椭圆形的 所以叫蛋池 那也有人说它是天使的眼泪 那也有人形容它是中央山脉的一颗宝石 之前去历道部落拜访布农族人 他们是说这是月亮照镜子的地方 叫吉拉鸡马斯兰 大概这个发音 不管什么名称 嘉明湖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湖泊 那它位于三叉三下广袤的大草原中 所以它跟绿色大草原搭配在一起 显得特别的突出 嘉明湖这个位置海拔大约3300多公尺 过去有学者说 它是陨石撞击所形成的陨石湖 那后来也有冰河学者说 它是因为冰河的作用 所形成的一个湖泊 那不管怎么样 它都是一个非常棒 非常漂亮的高山湖泊 每一个人来到这边都非常的赞叹 整个景观 随着成昏呈现不同的光影 所以是很多摄影爱好者 一定会来这边拍照的 尤其在阳光出来的时候 天空的颜色在转变 湖面也跟着在转变 在蓝天乍现的时候 湖面会反射出天空蓝色的光影 那我们从嘉明湖这个地方呢 除了可以看到三叉三美丽的大草原之外 在往东边看去 刚好就是可以看到 东台一霸就是新康山 就在远处 然后颜色是比较深黑色黑色的 那跟这边的草原形成强烈的对比 那新康山也是我们这一次要去的一个目标 上面突起来的地方 就是非常有名的天空堡垒 那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走新康层段 一定会来这边拍摄记录嘉明湖 把它留下最美丽的身影 那嘉明湖畔还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生态 就是这边有非常多的水路会在这边活动 那个数量还非常多 有公的母的形成一个嘉明湖这边 非常丰富的生态 很棒的地方 湖畔泥地里的蹄印 不知道是否印着昨晚同型暮色的鸡脚动物 环抱住嘉明湖的这一大片柔美建筑草原 生命力强韧 中年承受着三千公尺强风和冬雪的试炼 能藏身于低矮建筑中的大型动物不多 除了徘徊湖边的水路 据说神秘的外星访客也曾经到此一游 而面对着月亮照镜子梳洗的传统列场 向导想家了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嘉明湖国家剧院 这是世界级的剧院 在这个剧院之前 我们要请到布农族的天团 来为大家唱首这个大自然的歌声 那我们唱一首 我们老歌就是布农的老歌 那就是《丹吉吉地摸拉兰》 丹吉吉尼沙域 《丹吉吉地摸拉兰》 《丹吉吉地摸拉兰》 《丹吉吉德已经将伊安上宴来父》 《丹吉吉地摸拉扰》 《丹吉吉祖比 Muh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首歌大概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一个人在走 没有人在旁边心里很孤单很难过 一直走走走走 一直想到爸爸妈妈就 一直想一直想就吊眼泪 难过来东山大哥刚刚唱完的时候会这样子 擦眼泪 室内 原来是一个人在路上走 对对对 要思念父母 对对对 就是很孤单 孤独的一个人走在路上 在山上里面一直想到家里父母亲就 一直想就 突然就吊眼泪 所以后面有天使的眼泪 有点吊眼泪 是一个人 Malmo 是一个人分伤痛的 那是一个人 那是一个人 腿竟就没有人 那是一个人 使用一般挥 衔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打雷闪电的禁歌一样 内容叙述的也是伐木年代 离开家人 在荒山野岭打拼 工作之于哼哼唱唱 抒发思念的临班之歌 悠悠的歌声回荡广袤草原 而小白似乎也被向导撩动了 默默起飞绕湖竖扎 只不过我们第一次 在嘉明湖的深空 俯瞰拍摄的美丑都无所遁形 嘉明湖国家步道 因为缆胜游人过多 造成的充实沟明显可见 台东邻区管理处 推动的一人一公斤 为永续嘉明湖国家步道 而悲的活动 希望能逆转受伤的山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嘉明湖国家步道 嘉明湖国家步道 我站在高岗上远处往 那一天你我还棒棒 你站在高岗上向下望 是谁在对你深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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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遍的青山白丽长阳 让亲妹一腿争霜 亚为爱 今今的山林传音消耀 我两下还在高岗 沿途超过十座百岳的中央山脉南二段 从向阳国家森林游乐区出发 一路北行可以攀登向阳山 三叉山 南双头山 云峰 陆路山 塔分山 达分尖山 大水枯山 南大水枯山 最后在观山街上南一段 南二段群峰海拔在2400公尺到3600公尺之间 能看尽高山草原 真叶林 阔叶林等层次变化丰富的林象 嘉明湖 三叉山草原 拉库音溪谷 塔分池 大水枯山屋 是经典的景点 9.0 火山 2.6 面团 最后在海岸的水枯山 2.5 一分钟 2.5 一分钟 104.3 脚水枯山 108.4 颈克洞 1.5 预防 3.5 预防 5.5 预防 5.3 预防 5.8 预防 5.3 预防 5.1 预防 5.4 预防 5.5 预防 5.1 预防 5.5 预防 5.5.5 预防 很熱鬧 這個好像... 聶人 你怎麼跑那麼快 怎麼一下就不見了 去見老朋友 怎麼那麼巧 麥哥 從山腳 好久不見... 來個擁抱吧 怎麼曬得那麼紅 最近太陽比較大 對啊 你從哪裡來 一樣走... 所以你是... 冰暗... 冰暗過來 然後要去哪裡 要走哪兒 從東不出來 今天下去要過一期 所以剛好在這邊 我們要分手的地方 分開的地方 是吧 就先來繪施一下 對... 你們有走幾天 走八天 八天喔 對... 這個川家是我們的老戰友了 這個有新的朋友 新的朋友 銀長 銀長喔 銀長好... 銀長要不要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銀長 來小南投新一鄉 地利村 地利 那跟... 漢馬... 跟漢馬 我是跟小谷同村 跟小谷同村 幫阿青的忙 對... 謝謝... 所以這次都走南二段 歡迎光臨 好... 要不要跟我們去新康 好... 再想一下 OK... 還有一位 你好 小畢 小畢 有三隻那個... 野放... 那個銀貨共虎 有一點起來也放銀貨共虎 對... 沒關係 再自我介紹一下 小畢 那個... 布農端山對 對... 在哪個部落 在... 跟列人一樣 我們是同部落 同部落 好... 這一隻... 鏡頭不好看 那邊被蜜蜂釘啊 哪裡... 蜜蜂釘啊 三隻... 那個時候 那個... 櫻花共虎龜也放的時候 他的臉腫大 對啊... OK... 所以大家就這邊休息一下 辛苦了 稍後就要走南二段 對... 那我們走... 都是自己的兄弟啊 所以難怪獵人跑那麼快啊 等一下... 就追到這邊來了 對... 你就知道他們要來這邊是嗎 對... 不錯... 因為... 在這邊大家是要分開兩路 如果走中央山脈的 南二段的話 就是往北 那要去走新康橫段的呢 是往東 有一條人脈 直接延伸出去很長 然後到新康山 那另外一條是去布拉克桑山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邊會師 去家場一下 你好... 你好... 遇到家鄉的朋友 最高興的 好幾個月啊 要不要唱一首歌啊 會... 會... 會師的就唱 會... 會... 難得布農族的好朋友 大家聚集在一起 那我們就唱一首歌 慶祝一下 熱鬧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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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好 那當然謝謝別的 小小 你說有補金賓賞 有 你說有精神良子 有 所以我先递手到這邊 謝謝男生 黃金右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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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多一位 有 黃金右腳 也是男的 也是男的 上次在雪山有看到黃金右腳 沒有關心 有 有 有 好 加油 還是要吧 大團結 大會師 難得看到整個破打在這邊 十幾個破打 我們都是同事 對 全部都是 你們就有落空心 對… 剛好兩塊要兩塊 對… 要兩塊 好 那我先煎著你 他們是同一塊 在這裡 對 那我來做班 對 你看 有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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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個相關一些 有 是有 但是我們跟那個相關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謝謝 沒關係 謝謝… 難怪人的嗎 沒有 沒有讓我們 這樣 這樣 耽誤很久時間了 對 我想你們也去戴前面吧 穿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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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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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看節目嗎 有… 每天都看 看三遍以上 三遍是哪裡 三遍 那帽子 四三不懂 對 回家 右手隊 他回家就不外面 沒問題 OK 好 他今天晚上睡不著了 真的 好 一路順風 謝謝…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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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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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Y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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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中 這一季的三季 掌聲 掌聲 你們要先離開的是嗎 對… 好… 好… 辛苦… 好… 下次再見了 下次再見… 對… 在中央山脈相聚 對… 還是要各自走各自的路 對… 好… 你們今天住哪裡 我住六更西 六更西三五 不錯… 好了 營長 好… 一路平安喔 謝謝… 平安… 還有… 黃金右腳 謝謝 加油了 來看一下 一路平安 謝謝你 一路平安 慢慢走喔 走… 加油… 再見喔 請安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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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加油… 加油… 哥本… 俊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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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你的工作站 對 你的老闆在來 愛軍啊 老闆 到底 OK 好 要飛行重重的裝備了 我們要走新康橫斷 好囉 正式出發囉 GO 請把他們都發出 請把三號都發出 行… 暗山的人在平地未必相見 反而是山水有緣 終有巧遇的一天 三岔路後 布農同鄉和山友 開拔往南二段 今晚將入住令人生陷的 拉库陰西山屋 我們繼續趕赴布新營地 和先遣部隊會合 這一趟巷島門又有了 一路解憂的新語言 口口聲聲的俊男 不知道又在模仿 哪一位缺席者的口氣音調 邁哥忍了幾天才問 原來俊男是最難的諧音 這應該又是一種 難以瞭解的明白吧 中央山脈南二段的 拉库陰西山屋 行政區域位於高雄市桃園區 屬律山國家公園管轄 鋼谷結構的山屋旁 有清淺的拉库陰西流淌 在山友間有山中桃園的美誉 目前山屋承載量是20個床位 水源充沛 因男二段縱走 在山岳界日益熱門 入住拉库陰西山屋 必須在出發前上網申請 我們這次走的新康橫段 我們就從岔路口 開始往東延伸這條非常長的人脈 對MID台灣字來講是嶄新的行程 因為前面那一段我們大眾走之前都有拍攝過 那新康橫段東人這一段 就等於是我們都還沒拍攝 像我們可以遠遠看到有山友在走的 這條就是新康橫段的道路 也是我們待會要走的路 對…等一下要走的路線 其實這個山頭都是走腰繞路線 慢慢緩緩地下 它不會一次下缺還是抖下 沒有 它是順著這個嶺線的邊緩緩緩地 這樣走到戶心營地 今天的營地 那因為我們待會甚至還要去布拉克山山 那是另外要往南偏的一條人線 對…人線 那我們要去的新康山 現在就很清楚了 對… 那新康山的人線大概是什麼樣 第一個它前面應該先經過一個叫 連里山西崩 再來連里山 再來新鮮山 再來沒有要種莊上去 青莊上去新康 到天空堡壘再來回 直接走林線 左邊有一條林線 直接下接到巴通關古道 可以直接接到豹崖 到豹崖山那個附近 對… 那一條就是我們很熟悉的巴通關古道 對… 所以豹崖再往西延伸過去 就會到黑熊的多度 黑熊大分的地方 大分這邊看得到嗎 現在只有看到那個草原那個 有一個綠色草原那個 山屋就在它的正下方而已 對 有印象的 草原那邊就是在大分山屋 我們往上走 上面有幾個老部落 對… 那邊應該是其中一個人 對… 有一個叫Gagatu 不知道是不是就在那個地方 所以那條人脈就是多美麗 人線 對… 我們從多美麗駐在所 要開始高到的時候 就是範越那個人線 然後再下切溪谷 然後再往上爬到大分 有… 那邊是有熊國度 每年秋天 青鋼力成熟的時候 熊都會集中到那個地方 所以那邊熊的密度 是台灣可以說是最高的地方 那我們之前也都有去那邊 太色激落 非常懷念的地方大分 所以巴龍恩關谷道就是在那個地方 從鮑崖延伸過來 延伸這樣過來到大分 一直過去就會經過Tumas 最後它會接到大水菇 對… 往西部那邊過去 所以這邊視野非常棒 整個都看到了 除了我們這邊看到玉山之外 這邊整個過來很棒 馬伯橫斷都看得很清楚 馬伯橫斷 這一段馬伯橫斷 馬伯橫斷過去 往東部這樣延伸都看得很清楚 甚至東徑橫斷的南山斷 有幾個山頭都有露出來 都看得到 南山斷有跑出來是不是 對…南山斷的 有幾個山頭都露出來了 哪這個 像丹大跟內林爾都看得到 還有一個 我如果沒有猜錯那一棵 應該是天然可蘭山 在那個馬利加南山的那個山腳點 左邊那個中間 過去後面那個應該 我覺得那個山頭的形狀 應該是天然可蘭山 看到這條人脈 就想到多年前走大仲斷的時候 大仲斷 也是從北一直往南 然後接到馬伯橫斷馬利加南 然後一路馬伯拉斯 馬伯拉斯 修孤蘭 我一直過來然後接到南二段 然後再一路往南一段去 這一看 看見差不多半個台灣 好大 有… 視野真好 那我們現在下面這就是 拉庫殷溪的源頭 對…拉庫殷溪的源頭 所以剛剛向導他們就是 有… 下切到山屋去 另外一隊的同伙伴們 你看那個零線 他們看著下去 到一個中間 他們的背包套 他們都看得到 像我們每次走到那邊 我們都會休息 因為那邊都還有信號 最後一個點 就趕快看簡訊 然後就下到拉庫殷溪山屋 對…這邊的山脈 沉沉疊疊疊 我們山叉疊 這一面都是草原 對… 顏色都不一樣 對… 這邊是比較鮮綠色 後面的比較深綠色 對… 一層一層的 沉沉疊疊 很棒 好… 所以我們待會要趕一點路了 要… 我們很落後了 很落後了 對…落後很多了 真的今天可能要大夜洗了 對… 今天要準備夜洗了 中莊列車缺了東山大哥 關公大鬧小腦馬拉桑一行 在高遠空曠的清清大草原上 色彩有些單薄 而這片通往不新營地的起伏草原 又有群山魅惑著我們 不時想駐足取景 隨著光影遊移日薄西山 麥哥電掛著先出發的相寶 盤算著今晚雜營的時間和地點 大家抱定了大夜洗的決心趕路 然而情節發展曲奇又扣人心弦 我們當然要繼續看下去 我們從岔路過來 基本上路都還滿好走的 視野非常的棒 剛剛可以看到一邊的整個山岳 非常漂亮 我們現在繞過來了 我們現在離營地還多遠 30分鐘吧 不用30分鐘就到了 不用30分鐘 看得到 下面的草原 在哪裡 下面的草原 就是草坡那個地方 對…偏左邊 左邊那個 對… 那個就是布心營地 對… 快到了 不過我們今天行程好像有點慢 對…慢到了 所以說我們要趕到布拉克山 要讓大家討論一下 討論一下 到營地再討論 好好的討論 OK 所以我們待會是往前 會到岔路口 對 往前 右轉下去 對… OK 已經看到 我們今天要住的營地了 搞不好今天可以提早雜營 可以… 我們先風附隊已經去了 OK 好 那我們就繼續往前進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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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山者是為終極縱走路線的 中央山脈南三段 自丹大林道起走 一路向南到八通關越嶺道 南三段深入中央山脈心腹之地 荒原偏僻 不属於任何國家公園的管轄 人工維護和干擾極少 長城重庄相當考驗體力和耐力 途中超過三千公尺的高山 多達十座以上 然而路段大多倒幕為敬 潮石雨季還有馬黃同行 做好心理準備 才能享受原始高山和老路探險的野趣 開始 鬥下山脈 會有忠實 留成和夏博 出來獨木的海stal 將 carga 穿梭樹林 半月樹林 看到路標了 正好 一邊去布拉克桑山了 往東這邊是去新康山 我們要先去我們今天的營地 復興營地 所以我們要下布拉克桑山 兩三百 距離不遠了 有聞到味道 有 有聞到營地的味道 關公好像有多喝兩杯 真的嗎 我們的先遣部隊已經先到營地去了 往新康山 就是這條往東的人脈 往布拉克桑山這邊 就是往大概東南走向的 又分出一條 那我們明天要去布拉克桑山嗎 沒錯 今天應該是不會去了 那我們就先下營地再說 OK 加油 快到了 有請問 有請問 有什麼味道 有關公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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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什麼味 沟的向島 一路先蕩神池 關公的味又是哪一味 山路走久了 聽力也越來越好的賣歌 已经领悟一二 和不兴营地还隔着一段距离 竟然也嗅到了蛛丝马迹 偏偏抵达营地前的 这一小段窄小山径 台湾二叶松和台湾次博 特别地奔放不羁 闪避功夫稍微不到位 很可能又要在肌肤上 加上一笔战机 大伙儿庆幸着 今天竟然没摸黑 左闪右躲地避开重重障碍 惊叫声连连地奋力推进 始终高聚在前方 望着重装列车 持续朝他亲近的新康山 是这一趟新康横断纵走的 最重点行程 之前几天沿路美景多不生暑 脱模了我们的脚程 大伙儿似乎也没有想赶路地打算 终于东台一霸 我们走到跟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